黑色轿车闯入国中校园 把篮球场当成赛车场 一圈又一圈的开始炫技 轮胎不断发出尖锐的摩擦声 想甩尾 车子却又甩不起来 更危险的是 轿车驾驶的儿子 坐在一旁的白色玩具车上 爸爸的轿车好几次差点就撞上 让楼上国中学生看了都捏一把冷汗 他们车子从那边开出来 然后一路加速 然后一直到这边甩尾 是不断重复 大概持续了快十分钟 目击的同学说 当天是放假日 到学校想打篮球 看到这辆黑色的轿车 原本在校门口 看见校门眉关 就直接闯了进来 只是这一秀还真是落差 人家赛车手高速行驶 呼啸而过 在专业的赛车道上 来个专业的甩尾表演 刹车声贯穿整个赛车场 让现场为之疯狂 但这位老兄硬闯学校校园 不但把篮球场搞得都是刹车痕 发出刺恶的声响 这甩尾的技术是哪里学的啊 其实不太好 感觉是有点在像破坏公务 这里是公共区域 然后为什么会有人在那边甩尾 这样子 前来运动的同学都直呼夸张 校门口明明贴着 禁止汽机车进入的标示 驾车教室竟然不顾校园 是否有学生的情况下 硬闯校园当成自己的练车场 篮球场PU扑面 差点被毁 校方也决定对汽车驾驶 提出损毁的高速 记者赖关张 台南采访报道